同学们,大家好 本节视频将会讲述Ruby中的基本数据类型 但其实基本数据类型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 因为在Ruby中,都只有类或者类的实力对象 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基本数据类型 但我们还是可以依靠传统的观念、基本的直觉 先来好好了解一下本节的知识点 本节我们主要分为数字、文本、范围、符号和传统意义上的玻璃类型来讲述 好吧,废话就不多说了 我们先来写下代码了解一下吧 好,我们先来打开终端 输入IRB 进入Ruby的控制台 然后来进入我们的低转代码尝试 在Ruby中,其实所有的数字都是Lumbrake类的实力 所有的整数都是Integer的实力 但是我们可以先不去考虑那些复杂的类的构成 我们会在后面的类库那一整大节中去详细的介绍关于它有哪些类的构成 在这里我们先放轻松,简单的去体验一下 好,我们先来生成一个数字 比如说1 但是1在Ruby里面它不只是一个整数 它其实也是一个类,一个类生成的对象 一个类的实力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包含有成员变量 是一个方法的集合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1它为什么是一个类的对象 我们可以调用Ruby中提供的一个方法 Ruby中提供了一个方法 可以查看一个对象的所有函数 我们可以看一下1.mast 这就是1这个对象 它所包含的所有的方法 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个最简单的概念 就是在Ruby中万物皆对象 Ruby中其实没有基本的数据类型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先明白 在这里我们可以先调用一下2s这个方法 2s这个方法是将对象变成支付串 我们调用一下1.2s 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方法 我们就将数字转换成了支付串 这就是Ruby奇妙的地方 虽然同学们可能不是很明白 这其中的一些细节 但是我希望同学们先记住 对象这个概念 而其中具体的一些细节 我们会在后面的视频中 逐步去讲解它 完整它 但有些同学可能会问 那小数呢 小数也是对象吗 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1.2 然后我们就要用1.2.2s 一样可以格式化为直传 其实它们都是一样的 都是地属于No.1 不论是整数 浮点数 大数 还是实数 它们都是地属于No.1 好 那接下来我要给同学们看一下一个很奇妙的现象 我们现在看一下普通数的加减 比如4减3到1 4减1.5 得到2.5 但是0.4减0.3 我们就会得到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0.10003 诶 好像不对啊 好像算错了 好像脸说不通 完全说不通的样子 这是为什么呢 好 这是我留给大家的第一个作业 找出其中的原因 大家先记一下 这是第一个作业 在我学Luby的那个时代 其实有些人会基于玄学的范围给你讲述 单引号引用其实比双引号快 单引号运算其实比双引号快 其实真的没什么区别 它就是多一点操作 比如假如我们希望在字符串里面 能够动态的显示一些值 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我们先假设A等于2 B等于3 我们想生成一个字符串 Hello A加B 我们可以在字符串里面就这样进行一个插子操作 插子操作 其实在Ruby中是非常常用的操作 我希望同学们能够好好的掌握这一点 接下来我想解开上一节中留下的一个疑问 比如说字符串商家会怎么样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字符串操作 我们可以看一下 Hello Hello 将 Word 两个字符串就会自然的拼接起来 我们也可以进行多个字符串的拼接 这样的操作就是没有问题 好 关于字符串方面的基本知识我们先讲到这里 下面来看一下范围 其实范围这样一个描述形式在iOS的最新语言swift中也有加入 我们可以看一下Ruby中是怎么描述的 比如假设我们要描述一个值 它大于等于1 小于等于2 我们可以这样写 而角度这个值是大于等于1 且小于3 我们可以这样描述 这里的符号将会着重去讲述一些特殊的运算符 比如乘号的特殊运用 还是hello 乘以3 我们会得到3个hello 为什么字符串会这样与众不同的乘法操作运算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hello它所有具有的所有的方法 我们输入hello.message 可以看到这么多的方法 其中不光有乘号 还有加号 除号 之类的 在Ruby中 一切皆对象 那么对象的所有操作 都应该是一个方法 可能有些同学看不懂这个运算符是什么意思 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先复制变量了 这样操作起来方便一点 还是add 和hello 然后我们对add 采用这样一个操作 然后再打印出a a已经被修改了 我们再来改add第二个字符 不光只有只有一个符号 我希望同学们还可以去自己探索一下 这四个符号是怎样使用的 则作为第二个作业 在简单了解运算符过后 我们来看一下true,force和neal 其实对于Ruby而言 它没有真正的bolearnation true来自于trueclass false来自于falseclass 而neal来自于nealclass 当我们进行判断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true或者false的返回值 比如说2是否等于2 就会返回true 3等于1 就会返回false 但其实作为一个类 我们也可以查看它所包含的方法 而neal 我们是来判断当前类型是否为空 比如 我们对字符串hello进行判断 看它是不是neal 用.leal问号这个方法来判断 会发现 它的对象不为空 那空字符串呢 空字符串它是否为空呢 也不为neal 其实对于一个空字符串而言 它的对象是存在的 只是它的字符串长度为0而已 并不代表它的对象为空 它实际上是存在的 那怎样的对象是不存在的呢 我们将会在后面的hashi一节中去讲解 那我怎么去判断空字符串呢 其实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方法 呃我们还是先在 字符串的函数表里面去 方法表里面去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个叫empty的方法 我们可以试一下 true 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方法去判断 字符串它是否为空 是否empty 好 本节的基本数字类型就讲解到这里了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本节主要讲解了数字 文本 范围 运算符号 还有true force 和leal 这些基本的知识点 虽然现在感觉起来 这些知识点都是离散的 琐碎的 但是我们会在后面内容中 将它逐步串联起来 希望同学们能够 牢靠的掌握 稳固的掌握 本节的知识点